我需要你告诉我生命的色彩 像鱼儿又像大海风儿自由何在 我有自己的态度关于梦想和爱 一切要通通八卦拒绝前后摇摆 不需要你来指点我如何找人爱 像鲍儿不离不开花儿不想离开 我有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好和坏 过必要打进小外反正越大越爱 有什么大不了关你爱不爱 我要自由自在想世界表白 有什么大不了善良加点坏 我回心之后快向爱情说嗨 不需要你告诉我生命的色彩 像鱼儿又像大海风儿自由何在 我有自己的态度关于梦想和爱 一切要通通八卦拒绝前后摇摆 不需要你来指点我如何找人爱 像鲍儿不离不开花儿不想离开 我有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好和坏 过必要打进小外反正越大越爱 有什么大不了关你爱不爱 我要自由自在想世界表白 有什么大不了善良加点坏 我回心之后快向爱情说嗨 爸 你回来了 小黄呢 他已经睡了 你和黄木波台能怎么样呀 不知道啊 我爸说明天要让你家看看 那要到家里来吃饭吗 你自己进吧 我爸说明天要让你家看看 爸 到底行不行啊 算是行了吧 孙大蕾 你真棒 小点声别把小黄吵醒了 爸 晚安 晚安 宝宝宝宝宝宝宝 妈妈关掉布了 老婆 你很难受是不是啊 是不是难受啊 是不是难受啊 真难受啊 宝贝 起开 不是 老婆 我知道错了 都是我不好 你要我把孩子要我吃换完 你再给你生气好不好 再加法主任 你都不要加了 还有什么加法呀 我说你 老婆 我要 老婆孩子热炕头 老婆 多好 干嘛 不要好 拿花车尾是吧 没有 没有老真不这个意思啊 真别误我这 老婆 我真觉得我自己其实挺幸福的 你说你天天在外面打拼 要死要活的为这家挣钱 我在家吃软饭 本来就应该是我来哄你 宠你嘛 对吧 那我还跟你吵 那我这不是不懂事吗 所以说错的肯定是我 不是 可好兴 你怎么出去喝了顿酒 回来什么都明白了 是不是孙大雷又给你支招了 老黄也来了 两个姐夫给我好好上了一堂课 人家老黄还能教你点东西 孙大雷能教你什么好啊 不讲的还真都是我哥 他都讲什么了 我哥告诉我说 千万不能瞧不起 家庭富难这份光荣的职业 他告诉我说 一个男人只要为了追求家庭的幸福 不管多苦多累 只要能咬紧牙关坚持下来 那就是大男人 只有那种遇到困难 临阵脱逃才是小男人 这块孙大雷说的 进口说的 不过还说 其实咱俩本质上 都是那种把家庭看得比什么都重的人 对 咱俩现在吵架是因为 咱俩刚有了孩子都不是呀 心里面紧张 我哥告诉我说 只要咱俩夫妻同心 一定会度过这个艰难的时期的 看样子有孙大雷真是当爹当民闻了 是啊 老婆 你说都是为人父母 其实我哥还挺不容易 他比大家还难 他有钱有事的 他有什么难呢 我哥破产了 少放屁 三个月了 车 缝 钱 都没有了 我哥谁也没说谁也没求 所以我觉得我哥挺难忍的 那孩子跟他过的什么日子 不是 你姐知道吗 不是这么大事你姐都不知道啊 高兴 干吗呀 给你姐打电话呀 老老老老老 老老老老 真别打电话 现在我哥跟孩子相处得特别好 不离不弃 相濡一梦 我真看了之后我心里边觉得特别感动了 老老老 不管怎么样 明天咱们必须得去看看孩子 还是跟孙大雷指不定你遭多大罪呢 是 老老老 咱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好不好 好 我哥现在不容易 他不容易什么呀 他不容易 苦的是孩子 孩子是苦 但更难的是 还有什么呀 我哥跟小颖好了 哪个小颖 你不会说的是 你不会说的是老黄的闺女黄小颖吧 说话 不是 老婆 真不是你想象那样的 我哥跟小颖真是真心的 你像我哥现在 破产了一无所有 黄小颖还能对他不离不弃的 你说他们俩在一起得顶着多大压力 才在一起的 所以说老黄 咱俩这点事真不值得 搞星你想什么呢 孙大雷这叫什么呀 什么人他都敢招 你这事你还不跟你姐说 你赶紧跟你姐说 老老老老 你不干什么呀你 人俩真是真心相爱的 真心相爱什么呀 依南 我向你保证 我哥这次肯定百分之一万 是真心实意的 真心是一个 气 搞星 你还不了解他孙大雷什么人呢 他就是看人家小姑娘长得漂亮 动了脏心眼子 你说他这么做想过孩子吗 你姐怎么办 老黄 这是不是蓄意报复人家老黄呀 李娜 你是不是有病啊你 不高兴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护着他啊 你是不是特羡慕他 什么 你就想跟孙大雷一样 抛弃戏子 你就跟他学吧你 我告诉你我没有 如果我以后 今天我不会在那儿事 你给我养什么呀 你去找 找那个小的你去 你别给我发神经病啊 都他妈落成这样了 你打我 我打你 我打你哪儿了 我打你 我 李一南 吴李一南 你到底要干吗 我要回我妈家可以离婚 三个半夜闹够了没有啊 快呀 你又打我啊 高兴 你打 来 结果是战士仗你打 你打死我算了你 滚 不用你喊我 我现在就滚 滚 李一天 走 爸爸带你去我老家 干吗 李一南把孩子换呀 干吗你 李一南 你要留着孩子干什么 罚你找小的呀 李一南能不能不无理取呢 我什么时候找小的 你现在不找 不代表你心里不想 把我闺女给我搬 李一南 这是我闺女 这也是我闺女 能不能 你把孩子弄疼了你 切开 李一南 我 我 爸爸不哭 没事 我帮妈带你去找姥姥 我哭 爸爸哭啊 你哭啊 爸 来 这边扫链点 来 我护着呢 抬着点 抬着点 抬着点腿 好 现现现 慢点 慢点 这边碰着墙了 好嘞 好嘞 再走点 好 好 差不多了 别扶住了 伙伙你慢点 老黄 那个你 你晚上几点过来 我再多弄俩菜 你把小欣也叫上 我这还有事 找他什么事 喂 老黄 郭好相 那个 晚上吃饭 你也过来吧 老黄说找你有事 我怎么知道啊 你来了再说呗 行 挂了 给 给 给戴上手套 您不怕给垫着 这边这边 嗯 我去买了 我去买 帮你帮我 爸 你去买吧 我买车吧 来 走一走 我去买了 我去买了 你这车 空间好大 我都觉得我都可以在这里 滚来滚去 滚来滚去 王伯伯 你还是我爸气呢 没有 王伯伯 你骗人啊 王伯伯 真没有 真的没有啊 再问你就生气了 小航 这次属下队你写完没有啊 做完了 不是找人带写的吧 你 你小看人 我跟你说这可是我有生以来 第一次欠自己的作业 不信你 王伯伯 真的 黄伯伯 小航现在可爱学习了 真的啊 那好 值得表扬 都是好孩子 那我呢 你就会气我 小航姐也是乖孩子 对 都是乖孩子 对 都是乖孩子 都是乖孩子 跟李男又不行了 他有神经病 昨天走的时候是谁信誓旦旦的 回家说要哄好媳妇的 这又干起来了 白瞎我跟你说那么多 浪费我的唾 你老丈人见孤人叫我来干什么呀 说你的事呢 我是一枪热血当成驴肝肺 冤枉啊 上航 你别闹 快 帮我看着点驴 爸 楼梯高安小心点啊 老黄 你来了 爸 你做什么呢 真行 不许偷吃啊 爸 我给你干点水啊 黄伯伯 咱们叫好吗 我给你看我和小航的房间 看 可好了 你看 这是小航的房 你看 这是我的房间 怎么样 不错吧 小航 小航 你跟小航住这儿 你爸爸住哪儿呢 我爸住内屋 爸 我这两天可是回家住的 你前几天没有问题啊 那两天 祥英姐和我挤的 孩子已经长大了 你别什么都问 那什么 老黄 你放心 我以后会明媒正取消影的 在那之前 这个生活作风问题 我肯定不会胡来 您急 不让问你还瞎说了 哥 菜我摘好了 我手没法洗 我去洗 你在家我也没见你媳妇菜 爸 我现在还会做饭呢 一会儿给您炒两根菜尝尝 对对对 我那上面还炖着鱼呢 等 等会儿 你怎么透气啊 男女 手干不干净啊 洗没洗啊你 不能找一口吗 晓晓 交给你了 来 闹闹闹 一口 你是鸟类吗 每天都问鸟是为王 走 对了 这个给你 很大 我的一个学生 刚好是专门做这个儿童出版的 我把你在微博上画的漫画给他看了 他很感兴趣 我顺手给你做了一个市场预测报告 你看看还有什么需要修改呢 另外写一个自己的那个作者阐述 一项基本已经谈定了 具体的细节 价钱 还有你将来对这个书的包装和打造 你自己想好了 直接联系他 到时候说是我介绍的就行 这是他的联系电话 谢谢你姐夫 别再叫我姐夫了 我给你姐还没结婚呢 你早晚的事吗 还行啊 你的漫画我都看了 真的非常好 很有爱 有趣味 我个人很喜欢 你的漫画方面 很有天分 好好努力 我就 不在这儿吃饭了 别说姐夫 吃完再走马上开饭了 大雷 大雷 你回去把你以前公司那个账目 好好整理一下 争取明天拿给我 帮你看一下 这都破产了 还看着干吗 破产了就什么都没了 以你个人名义的那些债权 还有公司剩下的资产 都不要了 我老就跟你说 让你好好学习一些企业管理的知识 你就是不听 不告诉你啊 进行严谨细致的破产结算 有可能是你下一次创业的初始季 是 但这不都过去 那么长时间了吗 这还能行吗 时间长点可能麻烦一点 但是物质所衡 资产也是所衡的 它不可能消失了 你为什么不早找我呢 他脸皮薄 商人不是人是吗 世人不都得需要帮助 出门靠朋友 这事你应该比我懂啊 我告诉你啊 公司没了 以后还可以再开 我坚信 这间公司不可能是你这人中 唯一的意见 起码 通过这次的失败 也许吸取一点教训也是好 是 那我 那我上你们学校学协计得了 过两天我找你报名去 行啊 你要去的时候跟我说一声 学飞我就替你们俩 那 那都不好意思 行了 那个 我看你们这也挺好 那你们吃吧 我还有点事我就不在意吃饭 那你留下来吃饭吧 你不尝尝我手艺啊 对啊 你不尝尝我手艺啊 黄伯伯 你别走 留下来吃饭吧 黄伯伯 出时间再过来陪你们吃饭 好不好 也给我点时间 让我适应适应 好吧 再见 小黄 黄伯伯再见 再见 把下楼梯慢点 老黄你慢点啊 别装了 开饭吧 脱快 洗手吃饭 快点 洗手去 不是时候洗不着啊 洗不着 坐 喂 晓芸啊 喂 晓芸啊 老黄 我听你声音怎么打蔫啊 你感冒了 没有 堵车呢 烦呢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吧 什么好消息啊 明天下午两点 我人就回到北京了 你不是还有一个队 才能回来吗 我加班加点 提前完成任务了呗 怎么了 我听你这语气不太高兴啊 没有 高兴 当然高兴啊 不对 我就是觉得你不对劲 出什么事了 没事 能有啥事 说实话 那个 小幸 小幸的事 小幸 他又怎么了 没什么大事 就跟那个易南一天到晚 瞎吵吵吧 让着 说是要离婚 这孩子可真不让人省心 他们是不是又去烦你了 没有 真有什么烦的 这样吧 咱们订那个饭店 正好让咱们去试餐 我一会儿就打个电话 订在明天晚上 你把他们俩也叫上 咱们一块儿教育教育他们 行 那要没事 我先挂了一下 去开车呢 明天回来再聊 拜拜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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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了 那呀 孩子睡着了 好 我走了啊 别 别去啊 你去 再待会儿吧 我爸指不定这会儿 可能乌鸡六寿 担惊是爸呢 我还是回去吧 谈踏实点 那行吧 那你回去吧 好了 那我走了啊 那我送送你吧 不用了 你陪他喝酒吧 行 那你路上小心啊 回家给我发微信 真的 聊聊吧 有什么难受的 我听听 哥 老黄都能同意你跟学长在一起 为什么我想好好过个日子 就那么难呢 我真的不明白黎南 为什么这么做 好好过个日子就那么难吗 不是 那你们俩每次都应有什么潮啊 我也不知道 刚开始都好好的 忽然之间不知道哪根筋就不对了 跟精神病人要发疯似的 其实你俩啊 真的没有谁比谁更有精神病 都是神经太紧张 你现在仔细想想 每次吵架 是不是根本没有原则性问题 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那不能天天这样啊 是不能天天这样 怎么跟你说呢 你现在看我跟小影是不是特别好 知道为什么吗 我们俩必须得抱得紧紧的 才能抵抑住外界给我们的压力 谁只要松一口气 我们俩就得完蛋 对吗 生活一直是这样 不停地在给我们出各种难题 考验我们 让每一对情理 每一对夫妻 在不断地证明是有多么爱对方 你们俩也一样啊 就是要面对这种考验 现在就是啊 任黎一南给你生了孩子了 对吧 女人在这个时候 一定是特别脆弱的 她不自信 她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还能配得上你 她不知道哪天你会把她甩了 她就得不停地作 不停地让你证明你是有多爱她 跟小孩一样嘛 就是不停地在找事 不停地出各种问题 邀蛾子 然后让大人注意她 黎一南不就这样吗 那你要给人家安全感 所以我觉得小鑫 以前作为老爷们儿 应该还是包容一点 心放宽点别想那么多 可一南打个电话 打吧 你说妈就不明白了啊 那啥都不因为 怎么还能闹成这样呢 就是因为什么都不因为 她还跟我闹成这样 那我要真出点什么事 我能指望她什么呀 你说你这孩子 哪要怎么找自己的 什么都敢说呢 又怎么了 我哪知道啊 刚才还好好的呢 你怎么过来看看吧 你说你吧 连个孩子怎么都展得好 又不接我电话 你看你又多想了不是 不接你电话 可能有很多种原因 我现在是 担心欢欢 不知道她欢欢现在怎么样了 哥 大丈夫能屈能伸 不丢人吧 废话 啥时候都不丢人 一会儿再打一个 那我回家了 路上慢点啊 这带个孩子还真费劲啊 把我给累死了 爸 你说得跟我小时候 你没带过我一样 对不对 你还真说对了 你爸真就没带过你 谁说的 小的时候 我给他换过尿布的 知道吗 拉倒吧 就那一次啊 给你换尿布 那是拿我洗那个抹布 就给你裹上了 把你裹得像个粽子似的 爸你真越带我 真越带儿童你真不大 我一个大老爷们 能干到这种程度就不错了 赶紧鸭子上去 来来来 得了吧 你就是不疼我 您要是疼我的话 换个尿布您学不会啊 疼你 你爸呀 奔得像个大熊似的 别说疼你了 那自己脚上踩根钉子 过半两小时 要踩根喊疼 没这么夸张啊 夸张什么夸张 宝贝啊 你说真累的 要说这小星啊 可真是不容易 你说人家前段时间 创业创得多好啊 这为了你 把好端端的生意 就放下了 这回家专心致志地哄孩子 你看孩子带得多好 你说他那么大 一个大老爷们 这跟瘦胯下之辱 有什么区别呀 真是 懒能可贵 宝宝 小妈妈你不用说了 别笑了笑了 你说的我都知道 我最近不是工作压力大吗 用那较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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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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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吗这么多人 你干吗跟做贼似的 你不能拿出点热恋的感觉 这么难睡的不太习惯 厕所带的夫人 我给你买了好几件新衣服 咱们吃饭的时间还早呢 先回家也试试新衣服 好 我把这箱子给你 这会儿没人了 小心小心 我给你先倒杯水喝 怎么了你 你不想我呀 想啊 我不是怕你累吗 刚下飞机 你没听说过 三是如狼四是如虎吗 我最近这两天不是那个 加班被课 跟你说要让你健身你也不听 没事 反正我现在回来了 明天开始啊 你每天跟我去健身房 游泳四十五分钟 先试试我给你买的新衣服吧 你这这么着急也不在家吃个饭 你们俩给我听着啊 这回去可真不能再吵了 都当爹当妈的人呢 互相多担待点 这吵架对孩子是最不好的 妈 我知道了 这次都是我的错 而且我们俩这一吵架 把孩子还吓坏了 我心里边挺后悔的 妈 天太热了 要不您先回去吧 有错啊 这乙男脾气也不好 都是我给惯着 像心里给我打担 没有 妈 她都对 都是我的错 蓝蓝 走吧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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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我们说了啊 一会儿我们睡觉该晚了 等我们回来你接着去 不 等会儿 这孩子她姥姥家待两天 怎么这么难哪 有什么不放心 不是 妈 没不放心 你这孩子闹嘛 一晚上闹你好几次 你应该休息不好 你有时间多运动运动 对身体好 是 太胖对身体特别不好 你瘦啊 高小兴 不是 她不是 李 李 李难受 这啥都说这 这都是借口啊你们俩 妈 你别送了 走走走走 妈 那我们走了啊 妈 你回去了 回去了 好了 好了 早去早回啊 好 妈 你赶快吃饭吧 不用管我们了 你赶紧我爸吃药啊 开车小心啊 好了 妈 小心了啊 走了 好 来 高小兴 我告诉你啊 这可是你求我回去的 对对对 是我求您老人家回来的 不是 你说你在家 好好带孩子 你每天跟我闹什么呀 今天你可是当着我 妈面都保证了啊 回家要好好带孩子 你别老一天到晚 跟我这个那那个 这一堆怨言 是 老婆 我知道了 那个 我以后一定 任劳任怨 服从您的工作的各项安排 踏踏实实全因全意地 做您的小心点 好不好 好 小心 哎 老黄 那一会儿吃饭的时候 咱跟姐说话做点意呗 我跟姐吃饭 说话做什么意啊 没有啊 就是哥跟小兴的事啊 提这事我就来起 不是 老婆 任老黄自己的闺女 人家都同意了 咱就别跟这儿搅和了 不是 我就想不明白 老黄他怎么能同意的啊 他怎么想的呀 这事姐知道了 他能同意吗 他们这么着急叫我们去吃饭 是不是姐知道了 老婆 这事本身就跟咱俩 一丁点关系没有 再说人俩都是社会精英 这事根本就不需要咱俩参加 行了 我知道了 我会忍着的 高兴我说你多少回了 这样别乱放东西 乱七八糟的 你这后面搁的又是什么呀 我就忘了跟你说一声了 我那个 咱酒前往订的酒 刚到 得亏这车空间大 不然我连坐的地儿都没有 不难 你又买酒干嘛呀 找孙大雷喝呀 没有没有 我一想那想看看哥 哥也不容易 你放心我立马就收拾了 我跟你说啊 你再喝多了 跑我这儿来唱歌我抽你 不接了还不行 你还客气 好像来了 这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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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姐这么好来了 想了 你怎么瘦啊现在 谁可真甜 就见到你嘴甜 不要吃 坐坐 我给你们家宝贝买了礼物啊 谢谢 谢谢 就想着外甥女啊 我呢 放心 这好吃能少得到你啊 也有理的 太棒了这个食用 琳娜 那姐给她阿姨块买的 阿姨块用啊 是的 那当我没说 这么多菜 你们俩 没事了哈 为了孩子 我跟她计较 人家识大体嘛 就是 这就对了 没事就好 你说你们俩吵个架闹的 你姐夫以为你们俩要离婚呢 直犯愁 我要是他我也得愁了 姐夫真为我们操劳不少信 我现在知道 问题都出在我这儿 我一定好好检讨检讨 我自己见 你就是应该好好检讨 为你们俩这点破事 我回来连孩子都没见 就先来见你们 痛改前非姐 一定痛改前非 好 没睡觉就好 老黄 你给孙大雷打个电话 问问他们吃了没有 要是没吃 带着孩子赶紧过来 我想死孩子们了 我看算了吧 都这个点了 他们应该都吃了 选择他们单跑一趟 那好吧 那就等咱们吃完饭 今天把孩子们 接到咱们这儿住了 我觉得这孙大雷吧 现在跟以前确实变化很大 现在居然能花这么长时间 陪着孩子们出去 姐 琳达 人家来的时候都说什么了 就忘了 怎么了 来 吃饭吧 吃吃吃 来 我慌了 喝喝喝的 快 好 不对啊 你们有什么事瞒着我吧 说呀 没有 没 吃饭 吃饭吃 没什么事 吃饭吃吃 来 老黄 我动 动饭呢 吃吃吃 你们都不说是吧 不说我自己找他去啊 不是 不是 姐姐姐姐 咱说我来吃饭的嘛 是大力公司的事 他 他公司破产啊 破产了 这什么时候的事啊 有小半年了 保密工作做得比较好 我们也是刚知道 那我看他那些 出去旅游的照片 屁的呗 不是 老黄 你真的打算 什么都不跟我姐说是吧 我姐最起码有个知情权吧 这孙大雷 出这么大事 怎么就不能跟我说一声呢 你还为他操什么心啊 像他这种不要脸的人 破产的是最有因格 不是 李娜 你说什么呢 不是 高小夕 你真是他亲弟啊 他这么不要脸 你还护着他 他干什么事了 他干什么事了 老黄 老黄 我一直觉得你是一个正直的人 有道德观的人 不 你刚刚问你怎么想的 你要女儿跟那种不要脸的 混蛋在一块 不是 李娜 能不能把你那张嘴给我闭上 我闭上什么呀 孙大雷跟黄映好了 李娜 我让你把你那臭嘴给我闭上 你闭上什么呀 我不能说实话吗 老黄 这事你知道 那你同意他们俩在一起吧 那我呢 你打算跟我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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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鱼 我发现小影 真的爱上大雷了 我没办法 我去 我就是想问问你 你打算跟我怎么办 我知道 要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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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分了吧 黄兴华 黄兴华 你这已经是第二次跟我提分手了 你永远为别人考虑 可是你从来没有考虑过我 我怎么也是个人 我也是个女人 你混蛋 范娇芬 黄兴华姐 你冷静点人了 我跟家说关系 黄兴华姐 黄兴华姐 你冷静点 老黄 你能不能说两句话呀 你不够让开 还是你也不够丢人的 老黄 你是不是有病的 就是有病 他要没病 能让女儿跟老婆 丽娜 你能不能不说话了 都是你闹得没看出来吗 怎么了 我不能说实话 你们俩大老爷们不敢说 我替你们俩说不行吗 丽娜 爸 咱在矮里吧 好 如果每一天 都活成一指的模样 那还有什么值得期待和梦想 不要听不要看不要讲 总想遗忘 闭上眼睛走过昨天的走廊 如果每条路都看到同样的风光 那还有什么值得欣赏和盼望 不用走不用找不用想 不用思考 吹下双手靠上 明天的白墙 让我来 重新定义梦想 在不一样的天空飞翔 深夜里雷电的光芒 会把寂寞点亮 遇上大雨就痛快另一场 Zither Harp 不用走不应照不用想 不用思考 吹下双手靠上 吹下双手靠上明天的白墙 让我来 重新定义梦想 再不一样的天空飞翔 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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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